Hello 大家好 我是马克 欢迎回到马克时工 这是我在干净世界的独家视频 最近台湾汉光40号演习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 在战力保存操演内容中 防空导弹系统进行了异地移动操演 爱国者和天空三导弹都参加了移动演习 最近台湾军方人士还透露 台湾本岛的天空三星导弹系统已经大致就绪 外岛防空导弹部队原有的天空二导弹系统 也已经陆续换装为天空三星导弹 代表着台湾的防空及反制战术弹道导弹范围扩大 可以为整体防空作战争取更多的反应时间 今天我想来聊聊天空三系列导弹的话题 台湾军方在2015年列编748亿新台币 采购12套天空三星导弹 按照当时的汇率大约相当于24.3亿美元 每枚导弹造价约80万美元 这个价格只有爱国者导弹的三分之一左右 相对便宜又是国造的天空三导弹 可以大量采购和生产 用数量来抵消中共战机和导弹的威胁 可以跟爱国者导弹形成更好的战力组合 全台12处天空三阵地工程完工之后 可以运用它们的防空及机动作战能力 强化台湾东西两侧防空网 同时具备阵地自身防护及周边重要目标的防护能力 天空三拦截导弹采用单级固体火箭发动机 弹体头部呈圆锥形与爱国者二型很类似 导弹弹长5.6米弹径0.42米重1.2吨 以垂直热发射方式发射 采用了初始阶段惯性制导 中段指令修正 末段主动雷达寻标的制导体制 最大飞行速度大于4马赫 最大射程200公里 最大射高40到45公里